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分享一个卧草喵政治即将推出的新节目 记得要听到最后哦 没错 萌萌我跟你分享一个很可爱的留言 今天看到的 就是有一位来自南港的渡边姊妹 等一下,南港渡边姊妹,为什么 哦,他的账号吗,显示南港渡边姊妹 对对对,我觉得我看到就 其实觉得超Q 在那个,就是那个Apple Podcast 就是Apple Podcast可以留言 就在那边跟我们分享你对节目的心得 然后这位渡边姊妹就说 他觉得我们的内容浅显易懂 又不流于口水 口水 然后最后是他跟我们点餐 说他想要听那个国防跟台海的议题 哦,等一下,你那个 范妮你住哪里,你住南港吗 我住,我没有住南港 想说是不是你自己点 就是自己点说要讲那个南港渡边姊妹 就是你,不是哦 不是,我也没有预测说 其实我们今天刚好 真的要来讲就是国防跟台海相关的 对,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类似的 然后其实好像都还反应还不错 对,在那个7月初 大家可以回顾第21集的时候 其实那一集我们主要是在讲说 就是共机绕台的事情 然后来潜聊说啊,为什么 为什么共机他们要来台湾这样绕绕绕啊 然后也就是跟大家说 其实你不要害怕就是中国武力犯台 台湾的军事防御没有想象中的弱 中国也没有他想象那么强这样 而且你知道那一集播出的时候 我自己的非同温存的人 其实也很有兴趣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啊,原来我们是不用害怕就是中国的军力 因为大家都还活在一个觉得 就是中国人吐口水就会把台湾淹死的那个 他们现在吐口水会水灾 他们最近你知道吗 常常淹水 每一人喝一口水就不用水灾 算了,有点恶心 跳过跳过 每一人喝一口水我们应该地平线下去 陆地就变多了 好像不错啊 他可以走过来 走过来比较危险 那今天就是想说 因为上次也有人跟我分享说 觉得我们讲的不够深入 就说到底是一个怎么不用害怕法 对啊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想要来谈谈说 如果他们打过来 我们会有一些什么防范的策略 但是我不知道 观众会不会觉得很矛盾说 那你不是叫我们不用怕吗 但是为什么又要跟我们讲说要怎么防范 我觉得那个必须 应该要这样讲 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对自己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能够过于自大骄傲 就是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守得下来 但是我们也要预防就是说 对方可能会使出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我们 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嘛 你知道我们守得住 但是也要去不断地去思考说 对方可能有哪些策略 所以我们今天找到谁 我们今天找到我们的流量扛霸子 流量扛霸子 哦 话说当初不知道第几集忘记的时候 其实也有请过这个这个我们的一个特别来宾 来讲一个台湾的地方政治 对什么没有多黑那个 就是住在呃不是住在 坐在我隔壁的 对这叫隔壁的 哎卧槽记者阿展 来阿展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我是卧槽记者阿展 其实你也住过办公室对吧 蛤 蛤 哦为什么有住过什么 住过办公室 为什么要突然提别人住过办公室的经理 对啊因为 对啊我们这个一个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我们就解锁 我们解锁那个订阅数 再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为什么我炒记者阿展要住办公室 好 这个定期定的时候再继续透露 因为其实会找阿展也是 因为他最近刚好在做很多国防相关的议题报导啦 那我们其实他也访问很多人 访问到一些国防专家 然后还有一些专那个专精于国防议题的一个 一些立委 所以其实他也有得到很多的讯息 有些新闻我们还没写 所以是不是你等一下也可以抢先透露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相关内容来继续分享给大家 好 首先啊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上礼拜五网路上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个那个新闻说什么 台湾击落了一架中国的解放军 军机苏凯35 你们有看到那讯息吗 我好像是没有看到 我是听你们讲才知道的 阿展有没有看到 有啊你那个第一时间的时候就马上cue我了 对对我跟你讲 没有我跟你讲 对对因为其实因为其实那个讯息 是怎么攻击苏凯35被台湾击落的这个讯息 后来证实是假的 但一开始其实是从印度的媒体啊 他们的社群媒体传开始疯传之后 印度的主流媒体甚至有一些 呃国际的媒体开始跟着爆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一两个小时七个小时之后 台湾的国防单位也发布了新闻稿的辟谣 但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蛮恐怖的就是说 当然这个讯息本身一开始的源头会不会是有恶意 不知道因为毕竟印度现在非常讨厌中国 他可能看找了一个什么好像是中国什么军机最细的影片 他自己就会在假如天说啊这个死的好啊 摔的好啊是个台湾打下来 他又怎么知道是谁打下来 怎么知道是台湾 我不知道他可能想他可能打字拼错 或是他就是你知道就大家有说网络上 有时候不一定有恶意 但是就是资讯辨识的能力不高 可能自己就假如天出之后就写了这样的讯息 但是呢那个其实很恐怖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 中国啊就是这一阵子 因为跟美国啊还有台湾的一些军事 可能潜在军事冲突越来越越高 那他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宣誓叫做 我们中国不会开第一枪 就是在战争冲突的时候 他们不会是第一个开火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讯息连起来其实很恐怖 就是如果今天中国操作一个假讯息是 台湾 对我们先动手了 我们极落他的一个军机 然后你看他如果发出这个假讯息的同时 不管是某些假账号啊社群媒体 他们的一些什么大外宣的组织 然后甚至如果连国内的有一些 我们如果硬说统媒或红色媒体 跟着报那些相对主流媒体跟着报的话 是不是台湾人就会觉得 好像我们真的打下海台飞机了 至少第一时间的时候 而且其实也会有人觉得 例如说大家看到 台湾人把攻击打下来 然后觉得很爽 也很爽 分享按赞留言分享订阅 也不管说他是不是真的 然后好像就击飞成事 大家救了就会说 好像真的是我们把他打下来 对 而且这样的形成之后 中国人自己会觉得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就会同仇敌忌 那另外更麻烦的是老外可能也会觉得 就其他的 比如说如果美国日本周边的国家 他们如果像也被这样想的话 诶 那这个时候中国如果反击 那他们要不要救 他们要不要来救援 诶你台湾开第一枪啊 你看台湾不是自己在那边 他们还说叶叶叶打下来叶叶 极弱什么苏凯三十五 得什么奖金三千元之类 这个感觉有点老 对好 没关系 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误解的话 其实中国就有正当性对台湾开火了 所以其实就是今天讲 讲这个当开 假讯息当开头 其实就说中 刚刚我们前面讲 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国防啊 什么要有信心啊 这整个国际群势 还有我们的防御能力 我们的地形都有优势 但其实对方有非常多的方式 可以就是绕过去 然后有比较好的条件 来对台湾出手 所以这个就是要接着去问那个 阿展 是 所以 那我们就是 为什么会一直看到中国啊 就是很多都会用一些这种怪招啊 在对台湾 那不是 为什么不是 你就给我个痛快嘛 要么就直接来打啊 好 我先回应你刚刚就是讲到这个假新闻的这个东西 这个我刚好去访问了一位这个外交国防委员的 委员会的立委 那今天有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 好 那我就直接讲 这位立委呢 就是王定宇委员啦 那我们聊到的 这个 这个 关于 啊 中国军机被台湾击落的这一则假新闻呢 他的看法是 当然 一方面刚刚就是犯警提到 的就是说 犯提到的就是说 呃 台湾人如果一直欢欣鼓舞啊 大家就会觉得啊 你是不是真的开的第一箱 所以当然我们的国防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嘛 就是 呃 很罕见的就是用非常正式的方式告诉大家说 不 那个不是我们开枪啊 不是我们打下来都 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误会 虽然我们可能开心在心里 啊不是 哈哈哈 少一台少一台 对 但是呢 还是 必须针对事实去 去 那再来呢这样的讯息透露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说 呃 因为这样的讯息一发出之后 可以关注到的就是印度 特别是印度 嗯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那 那根据我们在聊天 就是我跟委员聊天的内容呢 那个 那个看法大概是像说 其实这凸显了一件事情 叫做中国没朋友 哈哈哈哈 中国掉飞机就是全世界都开心 对中国掉飞机没有人谴责台湾 明明就说那个假新闻说是台湾做的 没有人谴责台湾 大家都说哇 你掉了一台飞机好棒 所以显示他没有朋友 哦 对 可以观察到这个 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那另外一个东西是说呢 呃 就是说 以目前的消息流向来看 其实中国并没有去压制相关的新闻 那这个凸显的是一种 他们可能有意去营造 就是刚刚提到的 台湾会开第一枪的 这样的一个假象 那 哦 但是这个 任何讯息 就他都可以压下来 他没有去压 没错 表示他 某些程度刻意让这个讯息传 对 那在什么地方流窜呢 可能在微博 可能在他们中国的网络 那 这样的 依照这样的流向 我们可以去判断 就是说其实他要演给谁看 就是演给中国人看 但是要累积这个愤怒 呃对一方面是累积愤怒 或是转移主义力 转移对国内政治的不满等等 因为 大家都知道嘛 他们现在要维稳的人数 比他们要对抗的敌人还多啊 哦 他们内部敌人比外部敌人多啊 是 是 真的 是 所以呢 那 这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虽然说他是演给中国人看 但是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讲的 就是说 呃 我们还是不能排除 他就是太烫太烫嘛 他就是各种方式嘛 去制造说 反正他现在不见得有能力 做到这件事情 他 他开始严理这种策略 来测试 他是不是可以有这个缝 钻 就是说 比如说哦 就是因为你台湾开第一枪 所以我要开枪打你 嗯 对 制造这个可能 制造这个出手的机会 对 那为什么 他会 想这么多出逃 嗯 想要来制造这样的一个 假象呢 嗯 那重点就是我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们现在根本就 不具备 对台作战的能力 那这边所谓的对台作战能力 是指 占领台湾 OK 那我觉得具体一点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讲说 我觉得他 呃 不是我们觉得中国是 不具备就是打下台湾的能力 那他是 什么原因 让我们这么有信心的 觉得觉得说 他们拉不下来 这样子 对 为什么啊 他不是超强的解放军 对啊 哦对嘛 解放军看起来很厉害啊 什么辽宁号航空母舰 阿展凭什么这样讲 对 歼20逆终战机 看起来很强 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论呢 其实 呃 这是比较 依据 可信的军事文献啊 或者是相关的资料 去查证出来的消息 比如说 好 他如果今天要过来 他他军队很多嘛 上百万嘛 但是 对啊 他们那么多人 对 对哦 好恐怖哦 但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中间有什么 有啊 台湾海峡 啊 对台湾海峡 不是什么 我想说是不是要拍所有人 然后把台湾海峡淹满 然后他们就可以 踩着他的 像蚂蚁这样子 哈哈哈 踩前面那个人的背 踩过去 淹满这样子过来 是吗 如果真的想到这一招你 对 你去你去那个建议那个习近平 建议习近平 你没有给他 你们可以踩他们的背 哈哈哈 你就煎变他们了 这是什么时候场景 对啊 好啦 好 台湾海峡 对啊 就是主要因为台湾海峡区隔啦 就是说呃 他渡海的话他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船 因为台湾海峡没加盖 对对对 台湾海峡没加盖 他不能够走过来 没有盖子 所以他后来必须要搭船 或是要搭飞机 嗯哼 对 那以军事文献呢 上面来看就是说 他现在的运载量其实是严重不够的 OK 就是假设我有一百万的军队 对 但是我的船 我全部的船就让他在那边 我也只能比如说载二十万的 类似这样这样 可能更少 很难想象哎 你们就是觉得资源有这么少吗 没有 可是他人 因为我们有时候硬算的时候 会算说哇 他们的百万等级的人的军队 那我们只有什么几十万 但是因为作战不是加加减减吗 他必须要把这个兵力运到前线 才能够两边才能够对战 对 那如果他后面就塞车 哒哒哒哒哒 塞车按喇叭 因为船 我刚提到其实船 船是一个那个瓶颈 就是我的船 比如说我一次 我只能载多少人 然后所以这样子 我去 那我去了又回来 要载新人过去 这样我要花很多时间 还有港口 对 因为我能够上下那么多人的港口 也有限 台湾的那个 对就是 就是他们那边要上岸 要把兵送到船上面的那个港口 也有限 他们到了港口载了人 得得得得开过台湾海峡 中间没有被什么飞弹 什么被拦截 然后好不好到台湾 台湾能登陆的港口 也有限 所以他虽然有 哇 我有什么百万大军 但他真的能够上岸 占领台湾作战的 实际的人数 然后他的送来的速度都可以 我都可以送过去 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我全部送 好我等你对 我这边走这边等你 好一年两年三年 好 送完那我们开始打吧 不会嘛 第一批人要先火三年 对对对 食物够吃三年吗 后勤 他要这边搭房子 三年真的留很久 他可能要生小孩 可能还要找工作 对 哈哈哈哈 要找第三年 那我们开始打吧 他可能被台湾人通话了 就是对吧 就是所以 那个对战不是算算数吗 对他刚刚讲的港口 光是那个就是 花很多时间的 没错 其实重点就是啊 渡海作战不是小餐通啦 他不是过来玩啦 也就是说他传出来的时刻呢 他不是观光船 我们在那边 岸边欢迎说 哎呀欢迎欢迎 欢迎解放军同志来这边观光 不是这个样子的 绝对他来的过程中呢 就会有 当然台湾人就不是塑胶做的嘛 那我们有相关的反舰飞弹 没有防空飞弹 那等着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 第一个他能够载的人有限 他的船有限 他就必须要先遭遇这些东西的 这些武器的折损 那折损之后 他先载了 好 可能有一批人 哇 经过了这个大风大浪 经过这个飞弹的侵袭之后 走过黑水沟 走过黑水沟 就像台湾人的很多这个 先生先生一样 当初就辛苦的走过黑水沟 好不容易活了下来 到了台湾 对 上岸之后呢 对 他 他来了一批嘛 但是他 上岸之后会面对的是 我们的守军的防备 那其实我们自己 台湾人嘛 这个海岸 海岸在哪里 我哪里有缺口 我哪里有路 我要怎么防御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守门守路啊 他们是不熟悉的人嘛 那他来的时候 上岸 就会遭遇到我们的攻击 再来就是他们能够 载运重型装备的船 其实也很少 那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前阵子 就是他们很喜欢讲的那样的什么零七五行两栖攻击剑 他们说有个新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两栖部可以把军队再军队过来 然后又可以什么很强的防御有武装这样子 对 嗯对 那这样的船舰其实他最重要要送什么 送战车啊 送火炮 嗯 比较厉害的武器 对比较厉害的武器 那为什么要送这些武器来呢 你想想 如果他送上岸 好不容易这些避兔兰嶼上来的军人 他上岸之后 他只有拿步枪 结果呢 他面对的台湾人 全部都是有火箭 有坦克 有大炮 你觉得他存活率高吗 不啦 就在投诚啦 对啦 这个当然当然就是 对投诚就是他 他能够最百分之百存活率的大概一个方式 对 所以呢他当然重机具的 重装备的运载 难嘛 然后再来他送人来的过程 他可以运动性的船就受损了 所以 他如果没有回去再第二波的人 比如说把粮食带来 把弹药带来 把大炮带来 或是再更多的人来 其实这些上岸的部队很容易就会 面临一个处境就叫做Darky 就是 他就是 Darky 英文台语 台语 喔所以 Darky 就会干掉了 哈哈哈 对干掉了 干掉了 Darky 干掉了 就是你几天没吃饭你就干掉了 对啊是种感觉 哈哈哈 就丢了一下那个就是 就变成这个海滩上的垃圾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就是奇想的 那是他Dark发射两个 就是原子弹或什么 这样子那种 空袭的 就直接 就是直接就咻 然后把我们台湾炸几个洞 这先分两个城市上 第一个就是 呃直接发射就是核子武器好了 对 发生核子武器就是 大家一起say bye bye 因为假如有就是结果核子武器的存在就是各国际之间互相保证毁灭 哦 就是 你只要有一方开始玩 那就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say goodbye 哈哈哈 对就唱完安曲这样子 所以那种情况如果真的大家发核弹就是反正大家 大家就大家都70岁了 大家就可以回老家这样子 那就不用反正 因为你中国如果发射核武 中国如果他要表现出他敢对 其他的领主发射核武的话 那全世界要一起制裁 那全世界要一起制裁在核武 有人 因为已经有一个人 用核武就啊这个人已经疯掉了 干 那我们就要用更 crazy的方式对付他 这个他就会和平 已经就是算是和平协定下的一个 应该说那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现在有核武国家的默契 ok 就是之所以有核武 就是互相保证毁灭 你只要有人使用 台湾有核武 没有台湾没有 但是因为中国如果展现说我敢用核武的话 那譬如说日本或是美国 或是周边国家会想 你敢对他用你也敢对我用啊 对吧 所以好这样就大家来玩 我们就来对你用 大家就来玩 所以 这个核武的启动的几率非常低 没错 对那再来飞弹的话 其实阿宅那个时候有访到 那个有另外的军事专家 对对对 飞弹的话其实就是说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嘛 就是中国有非常多的 导弹 对导弹 很调皮导弹 嗯 好无聊对不起 好无聊对不起 好 那他们有非常多数量的 这种弹道飞弹呢 对着台湾 那这其实对台湾人造成一个 相当的心理恐惧 那他们也常常讲啦 啊 你们台湾人不要 不要这个太嚣张啊 不然我们就发射飞弹 给你一个斩首行动 哦 针对特定的对象 对不对总统针对谁这样 没错 那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当然导弹 他如果发射 大规模发射一定会对 台湾的人造成伤亡 嗯 但其实呢 以过去的战史来看 就是说 比如说二战期间 德国已经开 研发出了导弹 那他对伦敦丢了一万多枚 在这种 这种初级的导弹 造成很大的损伤 那造成的战力打击 是小的 哦 也就是说 那再来我们看 1823炮战 但是造成了不少人民伤亡 但是 相对来说 他洗地式的用47万发炮弹 把金门打的 就是遍体鳞伤 但他到最终 还是没有能达成 他占领金门的目的 嗯 嗯 也就是说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心理威吓的层次 是高于 他实质在作战里面能够 因为你要消灭敌方的部队 你还能够登陆嘛 登陆才能完成的政治目的 对你要拿下 对 占领台湾 你必须要人去占领 是 是 是 这是 这是一个一个方面层次的问题 那再来说 啊因为他们也非常好可怕 会不会斩首 那其实我们的指 呃我们的政府啊 对于 应该是说各国政府 对于这样的事情都有防范 也就是说指挥练的制度 就比如说 今天三军统帅是我们 呃蔡英文嘛 那蔡英文如果 啊不要这样假设好了 哈哈 哈哈哈 也就是说每一个层级呢 比如说总统啊 副总统 啊 总统如果挂了 那如果被斩首 被换一个很精准的飞在哪里 比如说就是这个 不能事事的 这个受伤重伤 是 那下一个是谁 就副总统嘛 对对 我想如果对蔡英文受伤 你以为中 你跟中国 你觉得来清德上来 对中国会比较好 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哈哈哈 如果副总统 这个也不能机会 那是谁下一个 行政院长 你属在这上 你说过你觉得 你会比较好吗 哈哈哈 也就是说 这样子一层一层的 有指挥链的 制度的设计 其实他也会 也是在确保说 啊我们不要说哪一边 哪一边出了什么差错 我们就锻炼了 我们整个三军 就没有人指挥 所以其实 呃 就这样来看的话 这种 飞弹方面 我们需要防备 但不需要过于恐惧 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他是有威吓作用 大于真的 心理打击 重伤的状态 因为虽然刚刚阿展讲的是 比如说二战啊 或是八二三 那比较 比较久以前 但如果举相对近的例子 比如说那个叫做 波斯湾战争 就已经九零年代初期 已经是 现代化 已经就是有那种精准导弹 而且是美国 以为首的联军 去打伊拉克 那就是科技相对 落差又大 即使是这么现代的战争 他要打完那种各种 去飞弹之后 他还是要派陆军上去 没错 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 打赢 因为我必须要占领 确定比如说我要 假设如果中国目的是 我要把这个政府给颠覆掉 他必须还是要派陆队进 部队进去把那个东西守住 没错 那这边其实也是要强调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 当然当时的 美国对伊拉克战争 他就是用这种精准打击 当做一种开场 当然大家其实要知道一点 就是说 台湾不比 就是台湾跟伊拉克的情况不一样 对 那中国的军力到底 有没有跟美国一样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台湾的科技不弱于伊拉克 但中国的技术 明显低于美国 没错 那即使那种情况下 美国都还要这样子 花个好几年 还要排陆军上去跟你 这个陆上作战了 对 更何况是台湾对上中国这种组合 对 而且我其实阿坦那时候有提到 法文天下的专家 因为 其实现在各种就是 你高科技的产品 里面都有些很关键的技术 关键的原料 像有一种 像 现在很多人 这种各种贸易战之中 大家常提到就是那个最关键的晶片 晶片 对 对 以晶片来讲的话 就是说对 就是其实呢 以前的战争 以前的战争就是目测嘛 我看到你在哪 我就是可能去轰炸 你或是说 我靠这个挥制地图 我找到你的据点在哪里 我直接去攻击你 那现在呢 现在战争其实是靠各种科技设备 在支撑的 那尤其是包括卫星啊 包括智慧型的战机啊 战车啊这一类的 那其中最核心的东西就叫做晶片 那 以 如果从晶片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 最近中国可以讲说是 损失惨重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因为 美国 美国现在对中国 除了发动贸易战以外 其实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科技战 也就是说他去 封锁了这些 中国科技大厂的原物料 让他拿不到好的东西 对 那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那结果大概就是会说 比如说啊好中国有这个 很厉害的导弹嘛 对 但他目前的 晶片的制程呢 这可能就比较深入 他晶片制程程到28奈米 就是他他比较弱啦 这样讲 他晶片比较差 比较弱 我们就这样想好了 你就想像 呃 你今天拿一支 iPhone 12 嗯 iPhone 12很快嘛 哇5G上网超快对不对 一下就连上去 然后看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 要看什么不要乱看 哈哈哈哈 追剧好 追剧追剧 追剧追剧啊 都很顺嘛 不会停格 好 好 就你今天突然没有这个 iPhone 12可以用了 就说啊不然你用这一支 3310 啊不是 3310神机啊 到道也没有那么长 不过就是iPhone 5 ok 哦那也不差啊 其实真是 你就两个人连线作战看看啊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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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打即时游戏 你今天打 LOL 一个拿 一个拿iPhone 12 然后显卡超强 对 显卡超强 然后我跟你说 什么解析度开最高 什么什么高画质 对 然后你用 那有先天上的势力耶 对 然后你用i4 结果人家都已经 打到人家的 没有i5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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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4 i5 差不多 好 就是你用那个手机 结果你的手机还在转圈圈 对啊 还在lag 彩虹 他在loading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差别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 因为晶片的 取得大受影响 他们虽然有很先进的 譬如说 号称很先进的逆中战机 但他可能 因为他的晶片 受到影响说 他的导航系统 可能就要做得更大 或者是说 他相关的设备就要 他需要 他的武器需要 留更多的空间去装 用那个运 结算能力比较低的晶片 的设备 他就是我们用笔电 他用桌机 对啊 大概是这样子 那很麻烦 他要插插头 对他电脑要插一个 他的飞弹要放一个桌机 对 但我们因为很科技 比较可能用晶片 就是比较厉害的晶片 可能就是一个tablet 一个那个平板 大小 对 所以他的负重啊 他的什么种种 不准精准度 都会差很多 对 所以将科技占下去呢 就是如果再缠一点 呃就是军事专家的指称呢 再惨一点 解放军就会被打回解放前了 哈哈哈哈 我听到另外一个出来 就是这个什么 解放军如果白天出兵 晚上到北京 就他们自己就会 就手战 这个的确也是一种手战集中战 对 一打就输了 一打就输了 不过我就是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讲嘛 就是大家当然对自己要有信心 对他们不要太 就是觉得他们太厉害 但是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些 小小手段 像阿展我们 他帮我们前两天写一篇报道 叫做 有提到一个词叫做 战略欺骗 就是我们要防的 其实不是什么 啊24小时就被解放军解放 而是要防一些 叫战略欺骗的东西 可以帮我们讲 所以那个所谓的战略欺骗 到底在在在在干嘛 所谓的战略欺骗 战略欺骗 我再一次 所谓的战略欺骗 简单讲就是三个字 叫做狼来了 对对对 战略欺骗 OK好 我说战略欺骗是四个字 好 所以战略欺骗 其实重点是三个字 狼来了 狼来了 好 那大家都听过狼来了故事嘛 就是啊 以前就是可能有一个什么 好了 我想大家听过 好 大家听过好吗 我想说他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本集我们来听他 来讲故事 讲狼来了的故事 好 大家简单讲的就是说 中国现在到处 一天到晚在演习嘛 嘿 一天到晚在演习嘛 那战略欺骗就是说啊 他有可能 你知道你每天都看他演习 对不对 每天都看他说 哦他好像演习 哦又飞过来了 又飞过去了 这样 对 是不是就是逛机绕台是这种 夹 也是类似 夹演习的那种 对 就是说他不断的 透过平凡的军事活动 让你习惯了 他天天在活动 麻木 麻木了 就是啊 正常啦 他会飞起来 就这样子啦 就这样啊 不用担 不用太担心嘛 那哪一天 他就突然就真的飞过来了 哦 就真的打过来了 我原本每天都在那个 边界的地方 绕啊 绕圈圈 对 我今天绕一台 我今天后来要两台 然后越绕越多 你如果都 他也没有反应 他也没有 或是都麻痹 啊正常啊 不会怎么样 突然有一天 他们全部在同一时刻 一起就是 侵入领空 侵入领土 然后就展开作战 就大家会吓到说 来真的 来真的 那你就来不及了 这样子 哦 对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 就所以不管是 他们好像例行在那边叫什么 就是 那个 绕台什么的 对 台湾的军机还是会叫做伴飞 没错 就那个伴飞 伴尼飞 就是 配 配飞啦 你配 你飞我就陪你飞 对 就是他们你飞一个在那边绕 我必须要有一个 要一个飞战机的起 像跟他说 哎 干嘛 怎么啦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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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然后再广播一下 你该回去了 你该回去了 这样子 不管怎样 就是一定要 就算知道说 这个常态 也是要跟他们在那边 不然就是会被人来的 没错 没错 这确实是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提醒 就大家那种 虽然 他们不一定打得赢 他们没有那么强 但是还是要防范 就是说 随时他可能还会是来赢的 跟你来一下 你也没办法 因为他就期待你 那个唯一一次的松懈 对啊 那松懈就 一百次的那种 鸡 就是在那边 骚你 然后 然后你就 突然有一次 让他骚 然后他就会 狼手 我就身体Q了 你还在讲什么 恶男之类的 就是可能男生 一直吃豆腐 然后就开你的肩 然后接下来摸你的腰摸你的背 然后他等下就直接抖过 就 欸我就觉得 这个呼吁一下女性好了 我的女性角度 有些男生他们就是喜欢 就是故意跟你有肢体互动 真的 可是你一开始如果不懂 就是你就会觉得说 啊 就是礼貌 就是这样 然后我跟你讲 他就可以越摸越多 真的 我 等一下我不知道回应是什么 好 是哦 OK OK 好 因为我是觉得有点 有好像有点像这种感觉啦 对 对 所以 就是要说明确的地方 要画红线 对 没错 No is no 对 对 呵呵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飞机要上去扮飞嘛 对啊 呃 就是在跟 我在想要怎么比喻表现 没有 呵呵 一种警告啦 警告啦 就是一种说 警告你不要再过来勒 就是 就这样啊 我我就是不 不要让你进来啊 我就是不要让你碰 那样子 对就是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但是不要过线 OK 我们有个线 对 不要超过 不要太超过 没错没错 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真的就是 你政府还有就是 国家的角度是 我们也要跟 对方讲说 什么情况 事情太over了 所以就是有时候 有几次嘛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蛮 大家应该也都蛮有感觉 就是 有几次中国对台湾 就讲一些比较那种 文攻武嚇 比较夸张的话 那个时候 其实假如是总统 或是蔡英文 如果出来讲些什么话的时候 大家其实那个凝聚 相信力都会很强 因为就是 有点像 有点像是 好 比如说 这个欧群 这立即很危险 你要讲什么 如果是 比如说有 有许有女性 碰到了一些 或是 不一定是女性 OK 有人在外面碰到了 比如说 被骚扰 被欺负 那回来 家长 你其实就是 如果他当时 你没有办法 表现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 国人被欺负一样 你回到国内 这个国家的家长 或是至少 政治上的领袖 其实就应该出来 展现说 no is no 哪个东西是我们 不允许的 也不应该做的 其他国家 不要来插我们的这个 不要越线 没错 很重要 就是因为 因为对于 呃 在了解第一线 比如说一国之君 嗯 或是国君 他们一定会比较懂说 他们做这些行为 代表的是什么 对 可是人民 像我们平常 多少人在关心 国防议题 虽然我们听众 感觉很爱听国防议题 但是 但是就是 呃 他们 我们知道他做这件事情 他 就是有他背后的目的 他想要对我们有一些 就是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后面的一些想法 欲举的行为 对欲举的行为 只是 你就会觉得 蛤 所以 所以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 他们就是 对 是为了要 是错的 对 是错的 我们不应该让别人对我们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这其实很重要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有些人会讲 有些政治人物会讲说 哎呀 实力不够就不要对人家大小声 但我觉得意义是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大小声是有 有他的意义的 他不是只是大小声 他一种喊话 一种信心增强的 那种 而且就是 画现更别人讲说 就是 No is no 对 这这其实 这好像有其他的教育意义 什么事情这都可以套用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 另外我觉得 那个 我看到阿宅那篇报导 其实有提到 因为我们其实也常常谈 然后包括之前像 马英九啊 他什么也会提 就是 啊 开战之后 那美军会来吗 台湾能够守多久 啊美军不来救 不会来啦 他们不来救 那台湾就死 因为像 有人会一直在营造这种感觉 他们会把美国当成一个 有点救命伞的感觉 对 然后没有 没有就会直接摔到地上 就是 Instead of说 相信我们的国力够强 然后是相信说 美国会来救我们 对 比较是有这种 这种思路 这个 这个说法 我不知道 你访问了几个专家 他们 同吗 觉得说这样的说法 合 make sense吗 到时候打仗 他们真的会来吗 对啊 呵呵呵 那么远 太平洋的欸 对啊 欸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很久的命题啊 这个大概从我小时候 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几岁 对 多久以前 好 跳过 跳过 好 我们不要欺负人家 就是从我小时候呢 啊 就简单讲嘛 就比如说 从那个1995年 台海飞乱危机 9596年台海飞乱危机 嗯 那个时候就 就一直在讲 那就一旦中国有动作 这个命题就一直 在出现 就说 啊中国要来了啊 美国会不会来救 美国要来救我们才有的救 等他们来救我们救 对 那这所有的一切假设 好像 台湾这个岛上没有军队一样 嗯 有点 有点这种暗示的意涵 对 那其实呢 访问几个专家呢 那个答案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以台湾自己的国防 军事设计和现在的规划 其实我们都还是用独立作战 当做第一个目标啦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能够自己 自己作战为主吧 所以美军来不来这件事情 叫做加分体 哦 对 原水救不了进化 基本上 基本上的想法是 我们一开 我们本来算就没有算你啦 对 嗯 你如果来 那更好 那更好 但是我们本来就没有算你 对 对 对 那那这个从什么事情看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的 发展国防的 呃 规划和配置上 比如说我们可能知道说 哦 他可能到时候会来很多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加强这种反舰飞弹 的制造 或是反舰飞弹的购买 或者是说买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想要跟 美国再买更好的武器啊 像是智慧型水雷这一些的 智慧型水 挺好酷 智慧型水 可以上网 就是可以5G操控吗 哈哈哈哈 好对不起 对不起 好 简单来讲的 就是一种很厉害的水雷啦 好啦 就是 就是比如说更高阶的 我们能够自我防卫 而且能够阻止他 船靠近 或者是阻止他飞机靠近的武器 所以呢 我们在 我们本身就有 已经拥有这样的武器了 但是只是现在要买更好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 整个防御配置上还是潮 我们能够自己作战去前进的 嗯 可以理解啦 对 就是有不管有没有美军 我们都可以挡下来 嗯 就是挡下来这个解放军的攻击 没错 更何况 其实 其实刚刚范川 虽然会讲说啊 怎么美军很远啊 什么太平 但其实我觉得上前几个礼拜 我没有提到 几次那个美国这几个对台湾的表态 还有就是他们常常就舰队 不小心 哎呀不小心又经过你们这个 呃台湾的海域附近了 对 或是他们的有一些这个呃 将领啊 或者会发文啊 然后或是在台湾的军事互动 国防安全的互动又更密切 我觉得都在强烈暗示 就是说 美军不是不会来 而是我们一直都在 哦对就是跟也是除了跟台湾的国人 喊话一样 我觉得也是在跟对岸喊 就是说 去看看啊 对啊 试试看啊 没错 试试看 尤其是现在这种美中关系 这么紧绷的状况底下 然后当然就是中国的骚扰 越来越频繁嘛 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反效果 叫做美国对于东亚的 这边的防防防防御的力量 其实他是投入更多的 包括他的航空 他海军啊 或者说他的相关的反中国的 呃电站啊 或禽兽的设备 其实都陆续的投注在 太平洋 就是靠近台海这一块的地方 所以整个防堵 其实是更加强烈的 对 就反而就是 让大家都把注意力 关注到 就是台海 台湾和对岸这边的情势 就是他也不好 也就不好做什么动作啊 就是因为大家都关注在他这边 没错 不过我一直觉得 因为我们自己做这个节目 然后我跟你们两个相处 我都会得到这些资讯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的政府 就是国军或是国防的一些 在跟人民解释这些事情的管道 似乎就是不太充足 这是我的观察 就是对啊你看我们都要 可能就是透过我们的解释 大家才知道这些 国际交流上的一些暗示 不然就是你知道一般人 谁知道说他们那样子 就美国人那样子的做法 它是在象征说我们一直都在 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从一个东西展 展现出来 其实有杜克大学 就国外有一个杜克大学 跟政大有好几十几年来 有做一个问卷调查 就长时间的问卷调查 叫做台湾国家安全调查 因为他是做好几十年嘛 十几年嘛 所以他有些数据很有趣 他有一题就是一样每年都会问的 他叫做 他的题项叫做 如果大陆攻打过来的话 请问您觉得我们国军 有没有足够能力保卫台湾 大部分人怎么说的呢 对那没有 说没有能力保卫台湾的比率 大概是四分之三 75%以上左右 对左右 那这个最近是要有 大概低一点 大概70%上升 但是就是 就是很高啊 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保卫 我们的国防 对我们国防其实是没有信心的 对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自己表现 他有接续的问其他题目 大家虽然对自己的国防没有信心 但是呢 问到有一题叫做 好 如果台湾因为宣布独立 与大陆发生战争 请问您认为 大多数台湾人会不会抵抗 哎呦 这个时候呢 大多数人 其实他们会他们是认为 会抵抗的 哎 这跟我理解的台湾兵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怎么样 就你最特别了 对不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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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候看到新闻 问那个年轻人说要不要上战场 然后好像想上战场的人也不多 我觉得那种问法差别就是 如果你这些问题是别人已经打到你家 是啊是啊 那你我当然要抵抗不然我就 就是你要投降 因为大家也知道投降 或是说的结果 你说像香港像新疆像什么西藏 你没有比较好 你是找死玩死的差别吗 对 所以我们又不是去侵略别 要不要去侵略别人要去当兵 或是可能他可能没有那么直观 逻辑不一样 虽然我对我家的武器没有信心 但是你要来抢我家的时候 我还是会拿出 大家喜会站出来 我那个很烂的武器打你 对对对对对 有点像是 其实这个有点像苏贞昌他们之前讲 就是说你 你像什么 你剩一只哨帚 就是你剩一个哨把 你也会出来站出来打 对那个是 我觉得是现在慢慢大家有 保卫家园 对有那个意志 对就是从 就是这几年从什么 一国两制的什么啊 这些来 我记得阿展在 跟我聊的时候有讲到一个 对于国家民族性的一个话题 你还记得吗 就说像是为什么大家不敢 就是好像历史上不敢去打那个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就是那种 武士道精神 然后就很猛的 这边其实就是讲到一个事情啦 就是说 嗯 苏贞昌但他讲完那个什么 拿哨帚要跟你拼啊 他就会被国民党的很多委员嘛 或是国民党政治人物就跳出来说 啊你看啊 对不对 那哨帚怎么跟人家拼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也就是说呢 其实他强调的是一个重点是什么 叫做 呃 你国家自己的人民要防卫意志 今天武器 武器这些东西都只是载具 也就是说 但每个时代的武器 但你国家如果不太有钱 买到武器 当然就是更不好嘛 但其实台湾也不是多 没有钱的国家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买到武器 其实没有可能没有真的非常厉害 能飞天那种 就是 但也不会太差 那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有没有抵抗意志 那这个可以从什么地方来看呢 譬如说 好你讲一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 美军当初呢 他在 开始把那个战线的重点 他德国处理的差不多了 要来处理这个日本了 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倒 想要登陆 然后进了全部占领日本 那当他打到这个应该是冲绳吧 我记得应该是冲绳 对冲绳的时候呢 其实他 打完那一仗之后 他就决定 我不用再用这种登陆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他在冲绳的这个战役里面呢 伤亡十分惨重 那这也是我在采访军事专家的时候 他们一直强调的重点 就是说以海岛型的国家 那我们又是首方优势 其实工方要花更多的 他要带更多的粮草 他要带更多的人 他才有办法完全征服你 那美军在冲绳这个 在冲绳应该是冲绳 对应该是冲绳 冲绳生对对 冲绳遭遇到这个重大挫败以后呢 他们就去评估 好那我接下来要打日本本岛了 好日本啦 他们订了很多作战计划 包括说什么要从什么 要从什么路河岛这边登陆啊 比较好 但他们评估之后发现 哇靠太惊人了 这个损失可能是打冲绳的 淘几倍 对 甚至十倍以上 那加上日本 其实当时的日本人 就是受到强烈的 第一个是军国主义代 就是皇民 他们的武士道的精神 对 所以其实整个民族的作战意识 是非常强烈 他们其实大时候打到 已经没什么武器了 空军也打光光了 海军也被打沉了 就剩下陆军 但到最后 美军还是不敢登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就是说或推测 最后会在日本使用原子弹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 对 我觉得这个反观案 有点像是说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 我们讲说就以台湾利好 如果大家对于防御 抵挡外体的那个共同体 就是那个大家是一起 然后抵抗作战 那个意志都够强 对方反而不敢打 是成本太高了 对 那我们发起个飞弹打 有没有用 他也不会投降 对 那如果反过来 如果大家就是觉得 算了算啊 就是 没错啦 哎呀就是 那反正是守战机中战 他如果开 如果他开第一枪 我第一个投降 如果大家国民都是这种 掉掉的话 就觉得一定会输的话 他一样就是 我就开一个 发一个飞弹 大家觉得 那个好警察好恐怖 那我们大家投降了 那民主政府 那如果人民决定要投降 那你可能民主政府 就必须要做 一个倾向向的决定 没错 没错 就真的意志决定了输赢 反而你越有战斗意志 别人越不敢 对你怎么样 没错 没错 好 我觉得我们那个 刚刚提到的那个民调 我觉得它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数字 这个是我刚刚自己 特别有挑出来看 他们在那个 那题目叫做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而大陆不会攻打台湾 那请问您 怎么赞成台湾独立 应该会很赞成吧 刚刚其实前面前提 都是说什么 都是说什么 如果什么 宣布独立 然后发生战争 等等之类的 但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很多的民调 其实大家都会问 就是说你赞成什么 独立 你赞成维持现状 还是很统一 当然就大多数 统一的人越来越少 那维持独立的比例 大概都还是相对最多的 但是真的 真的说什么 支持台湾独立的人数也不多 可能就是二三十%上下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跟 这个质问说 好啦 如果你说独立 对面不会打过来 那你要不要 这样的情况下 赞成独立就有 大概65% 快70% 变多 对 所以其实大家的心 都是一样 都是直接独立就好了 只是还是会抱持 可能还是会想要 避免 这个战事的发生 可是这也证明 其实对 就是中国他们的这种 就是扰乱人心的策略 其实是真的是有 某种程度上 有成功的 省入在 台湾人的那种心中 因为这个的反面 就其实在讲说 很多人就是因为怕了 怕中国对你怎么样 所以我不敢说 我要独立 我不要好了 不要啦 我之前都好了 因为如果刚才讲 不会打 那好啊 我要独立 会打 那我不要好了 就是还是会怕吧 但其实如果真的去思考说 到底会不会 中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攻打台湾 不要说打下来好了 攻打台湾 他说明他的成本 可能比他得到了更多 所以 这真的是一个长期的战争 就是各种资讯啊 认知啊 思考的作战 我觉得就是 真的 平常大家要多关注 相关的议题 不然就给别人牵着走 其实还蛮开心 其实我们上一次 做国防议题的时候 也是流量 或是关注的人 就 有明显比较多 所以说不定 说不定 跟国防部喊话 想要了解这一叠的人 就是比我们 想象中还要多 国防部要给我们业配吗 什么可能 可恶 这样子 加上什么 要替平头串迷财富 来上 然后阿展之后 还会再出一篇 或是两篇 三篇 三篇 对好几篇的 国防部相关系列的文章 对国防一点相关 反正相关的这个报导连结 我们就会放在资讯栏 大家其实就是必看 看完请按赞留言分享 没错 懒得看可以听我们节目 哈哈哈 怎么样 或是 或是如果你们真的觉得 啊太常人 然后你就贴给我们 叫我们讲给你听 我就做 那念给你听 是怎样 就这么懒 要念给你听 人体读稿机 读稿机 还是我们去找那个 受访者来跟我们录 这样子 找Google小姐好了 蛤 找Google小姐来录 来来来发 听给大家听 听他们讲故事 那因为今天是 我们的三十集 哇 三十集 三十的力 三十集其实就代表 我们做了三十周 也就代表了 七个月 很快耶 好紧张 就是从一开始那种 十五分钟 然后越做越长 对 然后就是觉得说 就是有收到一些认可啦 就说啊我们喜欢我们的这种 深入前居的政治内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像也没有辜负一开始 对节目的设定 对所以这个三十集 应该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里程碑啦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一个 很sade的 就是觉得说 他我们目前看到流量 就是确实是也没有 如我们预期 哦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啦 对 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 也是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很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就是大方的留言 然后分享出去 因为其实它是最直接的 就是让我们被 看见 被看见 被听见 嗯 然后好 所以三十集 然后讲这种 不是为了 不是不是要说 就是不好啦 但是我们就是后面会有一个新的节目出来 也会在 哦 不同的角 不同的方式 对对对 会在 不同的主持组合 同一个podcast的频道上播出 但他会是新的主持的host 对新的调性 是会有萌萌 有吗有我吗 嗯 不知道看了才知道 有一个叫做国君的人 诶不如你别人讲出来 你这样讲出来 但是是不是萌萌你们 到时候就知道了 到时候就知道了 然后跟军阳一起做的一个 新的节目 对 这节目要可以先透露吗 因为我们今天才录完 不知道耶 万一来不及上线 诶 诶 但是我觉得 一定要锁定 你就要订阅才会看到啊 就是这个 这个节目的调性 会跟苗正智 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但是也都是会着重在 时事跟政治议题上 然后希望新节目 推出的时候 大家也是 可以在支持我们 听听看 诶 听了三十集的那种 基本款的 的这种 议题 然后你听新节目 可能难度会有一点点高 那看你有没有 看会不会听出新滋味 嗯 对 对 那我们其实 呃在Podcast上面 我们这 从这一集开始 我们有在 其他更多的平台 做释出了 好 那你要检查看吗 对对对 我们有哪些平台 可以找到我们 除了Spotify Apple Podcast SoundOn 就是原本就有的 平台之外 我们接下来 已经在 First Story KKBOX 跟Google Podcast 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都可以听到 你没有一人 穿一起念 哈 你说全部都念完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SoundOn First Story KKBOX 跟Google Podcast 都找到我们哟 真的 好 你是念很久 对不对 很累哦 我想说是不是以后每一集都要这样念 好像有点辛苦 没关系 我们录好 就每次都用同样的版本上就好 好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 然后 很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脸书 IG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然后最后如果真的真的非常希望可以具体的支持 握槽做更好的内容的话呢 一定要尽其尽而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哟 好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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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